剛才看完Live的影片,說到我們去松屋 就是在十六街和馬卡摩那間松屋 跟下面在Middelfield,即是好世界超市旁邊的那間,有沒有分別呢? 現場,現在我們吃來看看 回來後,歸回來也要公道一點,我們兜了半小時 於是現在這個還是熱的,但不至於燙手 用一個透明的膠盒起面 這個盒的直徑比平常見到的石紙盤大一點 這個是大一點的 拿來的工具做一個小小的吃的測試 表面見到的芝士都很開心 它好像撒了芝士,然後焗過 焗還是差一點,再焦一點就好一點了 很多時候就要貪時間快 所以為什麼不會做這麼焦呢?快一點嘛 我們希望它再焦一點 但是這個賣相,剛剛是14元 連飲品和湯都滿意的 暫時我們由賣相來看 因為芝士一冷了一點會很硬 所以我們要試吃的時候給我一點點 credit 嗯? 這個豬扒 軟熟 這樣就 還未算是超厚切,但也算是厚切的 也算是OK的,可以接受到的 這個厚度可以接受到的 什麼是接受到呢? 就是你咬下去的口感 會是舒服的口感 因為太薄了,乾了,沒有了水分 裡面炒底 噢! 芝士味做得很漂亮 炒底,豬扒厚切,鋪好兩個面 可能兩塊不夠 在旁邊多放一塊 也算是HONOR 因為 有些師傅說,我就這樣給你兩塊 你也可以接受 就這樣兩塊大豬扒 你也接受 它填了這個洞洞 這樣就開心 所以一打開的時候 整盒都是豬扒 這個豬扒飯 因為它還未夠洞 焦了這個面子就好一點 它芝士也好多 那我去到八分半 八分半 我滿意的了 如果是十四元這個價錢 OK 還有一個 羅宋湯 它本身 兩間都有羅宋湯 但是它可不可 跟那間 在Middlefield那間 是不一樣呢?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顏色方面已經不一樣 但是它下的材料也有很多 很多渣 你喜歡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給你吃 這裡 一口 咦? 它味道也是好喝的 很多渣 很多材料 味道也是好喝 但是它的顏色不一樣 為什麼呢? 它這個比較淺 我看到的分別就是這樣 Middlefield那間 松屋的羅宋湯 比較深色 這個比較淺 但是味道也是有的 但如果說贏 應該是Middlefield那間 比較好看 這間有些不同 但是它還是好吃的 好 好了 羅宋湯 焦牌飯也說完 就是那杯奶茶 那杯奶茶呢 剛才我在車裡說過 它是很... 嗯... 為什麼要搬出來 那你一起給別人看 那個奶茶是喝得舒服的 它混過奶的時候 手勢落得不錯 變成一下下去 就中了客人的心意 不用說後期 再加糖 或者加什麼加什麼 它一次過就完成 那杯奶茶也很滑 這個茶 整個過程 整個購買 這裏14元 其實就滿意了 你不要說放了這麼久 你們一開箱 開箱 都差很遠 飯的真的炒得很漂亮 還有那個盤子是大一點的 對 那個盤子大一點的 大過那些平時看到的尺寸 那就可以了 這個羅宋湯 跟那個羅宋湯 有沒有分別呢 顏色 味道呢 味道 顏色也是中間的 因為大小小 現在突然殺出來的 那我和大家說了 OK 拍到這裡 如果整體來說 現在我們用14元這個價錢 再加上東飲 那也叫做滿意 滿意